成员Suga久后在人行道上 骑电动机车引发了争议 而自刷影片也曝光了 目前确定已经吊销驾照 虽然基金公司发声明致歉 网友却痛批谎话连篇 就连粉丝也很不满 认为他违法而影响队友 粉丝在公司外摆划拳抗议 还集资送了两台卡车轮番讯息 要求他退团 其实电动机车 人行道上左滑右滑 最后摔倒在街上 安全帽也喷飞 随后被巡逻员警发现 十分钟后警车赶到现场 防弹少年团成员Suga 酒驾自衰画面曝光 他酒精浓度高达0.227% 驾照被吊销 虽然事后经纪公司发声明致歉 并还原过程 表示骑的是电动滑板车 而且只骑了500公尺 但人交不习网友怒火 不只抓包500公尺 只是直线距离 自称只喝一杯也不可能醉成这样 怒批只有酒驾是事实 整篇声明必重就轻 粉丝近日 这起事件的记者 害他的账号逼他道歉 而依照网例推测 韓星酒驾或是爆出争议事件 最后可能会绕得被南韩公事 KBS禁言的下场 Suga恐怕也得面临被封杀的命运 不过KBS表示 目前还没有决定要进行 针对Suga禁言与否的审查 还言之过早 记者王勋运报道 好